美国华裔男子38岁的董雅力 因为罹患急性骨髓白血病 急需要骨髓移植 但是到现在仍然找不到适合的配对 从美国到台湾 慈济推动呼吁 在慈济美国总会的志工 特地摆设摊位进行造血干细胞捐赠登记 希望让董雅力有克服白血病的机会 今天就是要评论大家 我这里的原因是像阿里斯 有很多亿人在美国在美国 等待胸膠股读植 2011年透过慈济登记的林克昌 在今年就捐赠了周边血干细胞 帮助血液疾病患者 这个就真的就像普通的捐血一样 也没有说什么大手术的一些后遗症 大概一个 我刚好那隔天是礼拜五 礼拜六礼拜天休息完 礼拜一去上班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 林克昌的经验分享 让许多人不再恐惧 踊跃登记 以前观念就是认为说 捐这个骨髓好像很可怕会痛 可是刚刚听他们那些师兄师爷讲说 现在技术很好只要抽血就好 那我经常会抽血 所以觉得那没什么就过来这边 很高兴地办这个活动 所以多了解一些 那也会比较放心说 原来这不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最主要是说 我们经过一点点小 也不是痛苦 就是一些小小的过程 然后可以帮到一个人 这才是最大的目的吧 祝福董亚利能够尽快找到 配对的造血干细胞 而每多一个人登记 就多一个延续生命的机会 大爱新闻黄仪 黄秀莹 美国报导